歡迎收看Mr.Chang英文教學之文法無量 各位朋友各位同學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了Mr.Chang英文的時間 在今天文法無量的句型單元裡面 還要跟各位介紹一個句型 就是耳屎點點點瘦點點 這個句型叫做正如怎麼樣 什麼什麼也如何 關於這個句型要怎麼使用 以及有哪些必須注意的事項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文法句型教學的重點 當然也希望整個影片如果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的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好我們看一下今天文法無量單元裡面 耳屎點點點 豆號瘦點點點 那麼我們在句型裡面呢 它的中文翻譯的意思呢 叫做如同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也如何如何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句型的重點在哪 哪個地方 說明本句型中耳屎所帶領的子句是 覆持子句 非常重要覆持子句 也是當修飾動詞的功能覆持子句 那麼受所在的子句是主要子句 就跟我們以前講那個 這個when after 這種句型一樣 有一個覆持 這個附屬連接詞所引導的一個覆持子句 另外一個子句就是所謂的主要子句 那麼這個句型一樣 非常特殊的 也是如同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也如何如何 這個句型通常用在我們的這個什麼 很多的諺語啊格言啊 經常出現這樣的一個句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來 使用這樣的一個句型 用幾個例句來做個練習 比如說第一句 正如火煉金 逆境考驗著美德 如同 你叫 Us Fire 就正如同火 Try 去YJES 就 試煉這個gold 金 那麼什麼也怎麼樣啊 So adversity 這個叫逆境 就我們人生有非常多的逆境 但是從這個意義啊 我們先把它講回說 adversity tries virtual 那麼這個逆境可以呢 這個測試出 試煉出這個virtual這個叫 美德 所以說人生很多的逆境 但是這個逆境當中就是幫助我們 提升我們的這個本身的能力 我們的美德 就是用考驗 考驗 所以 As the fire try goes So adversity try virtual 那這第1個美德 那這第1個美德 那麼第2個 老鷹 為鳥中之王 就像獅子為百獸之王 好這個句子我們看一下 正如 As the lion is king of beast beast 野獸之王 那麼 So 所以呢 the eagle So the eagle So the eagle is the queen of birds 同樣的 那麼這個 the bird the eagle 沒錯 the eagle 那麼這個老鷹呢 這個 is queen of birds 是鳥中之后 就是鳥 鳥 情鳥類之王 所以 As the lion is king of beast So the eagle is the queen of birds 正如獅子是這個 萬獸之王 那麼同樣的 老鷹也是 鳥類的皇后 鳥類之王 這第2個 好 第3 正如魚不能離水而生 人也不能沒有空氣有火 這對的 魚 靠著水而生 人類呢 是靠著這個空氣 所以這個剛好形成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 這個格言 所以叫做 As fish 正如 好 正如呢 魚呢 不能夠 can't live 那麼這個地方就是變成負責症 我們就叫can't live 這個我們上次講成 雙重否定 不能夠生活沒有水 也是一定要靠水生活 這個我們就叫雙重否定 As fish can't live without the water So men can't live without air 如同 怎麼樣 所以 人類也不能夠live without air 生活裡面沒有空氣 所以這個很好用 As fish can't live without water So men can't live without air 這樣的一個句型 好 我們看第4個例句同樣的 這叫自作自壽 這叫自作自壽 什麼叫自作自壽 自壽呢 As you make your bed So you must So you must lie in it 所以你就必須躺在其中 這個地方不是用 不是說在上面 就睡在其中 所以 in的比較其中的意思 所以 As you make your bed 正如同你鋪這個 mec的叫鋪床 那你鋪完了之後呢 你就必須要睡在裡面 睡在其中 睡在這個 這個這個床之中 所以這個就 in bed in it 比較特殊的 So you must lie in it 正如 As you make your bed So you must lie in it 好 再來第5題 那麼這個是 這個也是一句格言 就要怎麼收獲 先要怎麼在這 我們經常跟人家說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你要怎麼樣的收獲 你就必須付出 怎麼樣的努力代價 不斷的持續 好 不斷的持續 所以 這個叫做 As you sow 正如 這個sow叫播種 就如同你所播種 那 那麼你就也會怎麼樣的收獲 So you will reap 不要忘了這個sow 是主要直居 這As所引導的是 副持直居 所以真正的重心 都是在後面 真正的重心 都在售後面這一句 這句是主要直句 主要直句 好 那麼這個 As you sow So you will reap 就如同 正如你怎麼種的 你就也知怎麼樣收獲 要先努力 才能夠有所收獲 所以這句很好用在格言裡面 As you sow So you will reap As you sow So you will reap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好 接著我們看一下下面 有兩個注意 就是我們這個劇集裡面 那麼值得一提的 值得一提非常重要 我們看一下第一個注意 受所引導的主要指句 常為加強語氣 加強語氣 常為了要加強語氣 而將主持與動詞倒裝 所以這個時候有 如果不知道這一點的話 很多時候覺得怪怪 怎麼說呢 我們以這個這個例句來講 這個就像人需要食物 那麼植物需要水跟陽光 對 這個都是必備的 所以 Earth plants need water and sunshine 植物需要水跟這個陽光 So 同樣的 那麼這個地方為了要加強語氣 這個又用了一個導裝狀態 叫domain 好 那麼人類呢 need food 需要食物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地方導裝會形成一種 加強語氣的作用 加強語氣 這種強調 so as plants need water and sunshine so do man need food 那麼這個人類需要水 這個地方形成一個導裝的狀態 非常重要 這個就形成一種加強語氣 加強語氣 so as plants need water and sunshine so do man need food 最後第二點要強調的是 他有一個注意點 耳食之前可以加上一個just just 這個有很多的意思 像我們叫just now 剛剛呢 just也可以叫止 或者叫正如 再加上去叫加強語氣 來強調 這個是強調 剛剛這個是強調 主要指句 這個強調副詞指句 副詞指句多一個 這個叫just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大多數人睡眠的時間過長 正如大多數人吃了太多 正如叫just 正如 most of us eat too much so most of us sleep too much 這個本來沒有這個字的話 叫做如同 就 就怎麼樣 就正如 就加強 just as most of us eat too much so most of us sleep too much 這個地方做一顆 所以這個叫要適度 吃跟睡都是適度 just as most of us eat too much 好 這個就是今天所帶來整個 耳食售的劇情 同时也跟各位强调两个重点 就是包含怎么样在这个复制直句的部分来加强 以这些主要直句的这个地方做一个强调 整个一个剧型的状况 当然也希望整个节目如果对大家来讲是有帮助 别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并随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以随时随地接收到我们最新最新最新的一篇讯息 期待下次文法剧型见面 谢谢